如人指中文字迅古, 虽有所得, 不以赴金本, 使徒表如传, 非逆之不用徒表也, 宋时以周少之所习, 得于道家, 参于数数之书, 经成诸审则, 家于金本之前, 亦于是有途说, 而不得其权, 不明其用, 仍无补于意, 来世负增也知, 亦广其知, 故教详辈, 而不明其统系, 不知其用之主定, 亦知先后, 由难使习者一物了然, 经就所也, 家于省政, 为之讲明, 以见古人异教之权, 而静异道之用, 属于后世读者有所利益, 至其错误或遗留之处, 随时指正可也, 又曰言义本天道, 而习义则人士也, 言天道则众众器数, 言人士则众相, 以器数言相, 是天道, 以相言器数, 是人士, 因器数难知, 相意见也, 先有器数而后生相, 此天道之自然, 先明相而后明器数, 此人士之自序, 要皆本末之道也, 如见天灾时变, 而知天意, 即由相五知器数, 是由莫达本者也, 而相依器数所生成, 非有相而后器数至, 是由本及莫之道也, 故名本不必求莫, 而不及本者必自莫是, 今知灾殿多矣, 天知风与汉辽不必论, 即物之为便亦火力, 驱出道上, 及身双手, 种种怪异, 非相之见也, 至于黄乃之灾, 又其致名者, 皆器数所感化而然, 欲名器数, 但求之相, 其知天便知不疑, 故哉有天灾, 亦有物意, 而莫非气数,